請收看維新世界 老祖先機 秦樓高晗 維維法曼七千天 福西筏花瓜開天门 与瓦载化旧工程 黄产老祖庙之声 一惊心发苍天际 风水与宗教一人天 为新生教尽重弦 天下太平一万年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今有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欢迎收看老祖先机 师父缘禅师开示 我们要学习王禅老祖的慈悲 就是要学习王禅老祖师尊的谦逊 谦卑 所以叫我们要修心修口跟养灵 而修心修口养灵这三宝 佛家有佛法身为三宝 我们为心家就有为心的三宝 王禅老祖开始我们的 就是我们要有修心 要有慈悲的心 对诸佛菩萨要有礼敬的心 对人要谦卑的心 这样的话 你就会每天都过得非常地自在和欢喜心了 今天很高兴我们来到了就是卢州的永乐教室 接受我们访问的就是永乐教室的学员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邱春美 邱贤士 邱贤士你好 阿弥陀佛 法师阿弥陀佛 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 好 接着又来介绍就是张炳黄 张贤士 张贤士你好 法师阿弥陀佛 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 这两位贤士看起来真的是看起来蛮投远的 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关系 来邱贤士你来说 春美 他是我家师兄 就是你的丈夫就对了 对 是是是 那我想就是说师父最高兴的就是说 夫妻双修可以一起来精进 而且两个话题就增多了 有没有觉得是如此 当初我们接触这个是一位师兄介绍我们过去 是 是老公有兴趣 我是跟班 反正他走就跟着他去 是是 富唱富谁 那你觉得你这样跟了以后呢 有没有跟对 应该是有 因为有一些 而且跟对法师 跟对师兄师姐 我们大家都很团结 很一条心 这是很很棒的 很棒的 不能说应该是有 如果我知道今天邀请你们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你就应该说真的有 而且对我的人生改变了很大 为什么 这个故事待会再来讲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张扁黄张贤士 可以告诉我们 他你夫唱富谁 你觉得你的太太这样跟你 你有带到她得到了很大的法医吗 是有的 这种法医真的是长久的 长久的 会改变我们的坏习惯 坏习惯 除了这个之外 家里的幸福也拱住了 对 是不是这样子 对 好 那我就从以后开始了 请问一下 我觉得这皮肤不是很白 因为太太皮肤非常的好 你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从事新北市干水区清洁队车辆维修 车辆维修啊 对 所以你是在修车厂里面吗 对 是 那你的修车的工作 跟我们的清洁队员 他出来外面服务的时候 休息的时间都一样吗 是一样的 是 正常班 正常班 对 那就是早上8点上班 对 5点下班 对 那我再请问一下 因为这一点的知识我并不了解 我们的这个清洁队的清洁车呢 很容易坏掉吗 这是单狼的 不是自己的车子 是 所以他们可能每天要带很多的垃圾 所以你们要去做维修 对 所以这份工作你大概做多久了 20几年 20几年 当初进去要考试吗 不用 不用 那技术一流到现在已经没话说了 还在学习 还在学习 新车一直出来 还是常常要学习 是是 这刚刚好符合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凡事要谦卑 真的就是如此 好 那春美师姐 您的工作可以介绍一下吗 虽然你说你已经休息很久 不好意思说 但是总是把你这么充满欢喜心的工作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我是从事赶地的工作 我在淡水的大同高尔夫球场工作 是 有人说打高尔夫球是有钱人家打的 对 因为第一个球 球卷很贵 球杆也很贵 那入门票也很贵 是不是如此 那应该是说以前 以前的时代是这样 现在的时代说实话 水准比较有点降低下来 好 所以 因为可能费用没有那么高的 大家比较普遍 好 不过还是高消费的啦 感觉啊 因为我有 我的姐夫也常在打球 要看他们到哪里 我们那边还好 还好 对 不过我记得我去过高尔夫球的练球场 这个球你去买了一篮 一个一块钱扣一块 所以你多少钱这样打一下就是一块钱 不管你有没有打中有没有打着 那个球只要扣一身的话就是一块钱了 但是兴趣就好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嘛 找个有兴趣的来做 但是你们现在学习一经风水妙法 虽然是富畅富水 这样子已经有几年了师兄 应该五年有了 五年有了 五年可以告诉我们你得到的法医最大的是什么吗 在教室的时候 心情真的是很放松很愉快 又师兄师姐很和气 在一起嘛 真的是心灵上就很快乐 是 那师姐呢 我学到 回家有没有在练习 有 有 真的吗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很认真 是 可是我很对不起老师 我的职 我收 吸收的比 我回去的时候非常的认真 是 怎么被这个挂 怎么那个 我都很认真 可是酒没用之后 我就非常的客气 我又还我们老师了 这个也印证了 我们说三天没留八九秋 那总是没关系的 这个自然法则 只要你天天来上课 有听老师的课程 慢慢的在你的记忆体里面 它会自己输入进去的 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 还是用着上的 亚齐也就是胜利其境 我可以这样鼓励大家 真的这是老祖师生给我们的自然法则 这样你上课有到 那你一定会把这个资讯收到你的脑海里面 但是如果再加上你更努力的话 那当然是最棒的 不过我想今天两位知道我邀请来真的 今天来这个大姻缘 而且这个事情可以说那时候相当的轰动 就是新闻媒体一直追一直爆 虽然只有两天的时间 但是这是遇到生死交关的问题 当初也就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的女儿会去坐香蕉船去玩呢 因为我女儿她是在打工 她是假日的时候打工 那原本是礼拜天 她礼拜天要下班的时候 她老板有跟她讲说 问她说隔天可不可以来上班 因为隔天有很多人 她就答应老板 是 隔天是礼拜一 正常来讲她应该是上课 是 所以发生事情的当下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想说她应该是在学校 他还在上课吗 那时候应该是五专二年级吧 是 那是半工半读吗 不是 他只是说因为太混了 他变在家里有时候都是 在玩手机看电视之类 所以他打工我也不反对 六日去打工 对 那边是假日去打工 是 刚好那个老板问她说 礼拜一能不能 因为有太多人来了 要她去帮忙 所以她答应了 她也没告诉我们 所以她是自己去 到了那一天晚上 七点多 我也都没有想到那一些 七点多左右的时候 我二女儿接到电话 她就接电话的时候 她在那边讲一讲就在哭 我心里在想 哭什么哭 接个电话有什么好哭 在那边哭 我从她旁边走过去 还用很鄙视的眼光看着她 到后来她都还会笑 妈妈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她在讲电话再哭 你还在笑 你那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都不知道 是 结果她就想在哭什么 她后来就拿电话给我 她说妈妈 惠尔出事了 我想出事了 就手机拿来听 她告诉我说惠尔落海 我想说什么事 上课归上课怎么会落海 没有 那时候是打工 我知道 已经是假日 假日 对 礼拜一是打工 是上课 是上课 到七点多怎么还没回来 结果她讲 她告诉我说 因为打电话 接到电话的时候 是已经九点多了 九点多 她说七点多落海 你们怎么那么久了 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你现在才通知我 她是坐什么船落海 你可以告诉清楚一点吗 她是坐香蕉船 是公司去旅游吗 不是 她是在那边 她们公司是属于 在潜水湾那边 是属于 她有香蕉船可以出租 还有那个什么水上摩托车 还有什么那个 大什么 钢铁人 然后礼拜天那一天 他们要下班的时候 老板有跟他们讲 隔天要让他们玩 所以他们也很高兴 然后早上的时候 应该是比较没客人的时候 他们有另外一批人 已经去玩回来了 回来了 他或许是我们大人的解释 小孩也是变成说 别人都玩了 他怎么没有 所以一个嘴巴 一个脸是都很臭 那就平衡一下嘛 都很不高兴 可是后来 事后是教练告诉我说 那想说小孩也蛮乖的 然后想说香蕉船 坐一下子出去而已 没多久 所以又带他们出去 他们那一条香蕉船上 有三个人 三个都是同学 有两个男生 一个女生 两个同学 男同学都已经先上去 都往后面坐 所以只有他剩他 他只能坐前面 是 他就坐最前面 上去之后 教练就带出去 他等于说香蕉船在后面 前面是一台水上摩托车 在前面拖着他们 我就拉着走 对 上去没多久之后 这些都是事后 他告诉我们的 上了没多久 因为海浪很大 他也有点后悔 他就抓着那个前面的 可能应该是他没抓稳 然后就他跌倒 事实上不是翻船 是只有他没拿好 只有他掉下去 其他让两位同学还在 都没有事情 是 他就这样子逛了一圈回来 他另外两个同学跟 跟那个教练讲说 会有掉下去 他们教练就在讲 掉哪里 事后他们教练告诉我们 在医院跟我们讲的时候 他是有点讲说 那两个同学当下 没有一起跳下去 如果一起跳下去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说 后面变轻了 他就会知道有人 因为水上摩托车 他在前面 那个马达声音很大 是 而且猛开 你根本听不到那个声音 所以他们叫也没有用 是 所以他回来之后 那个同学告诉教练 教练说 那一时没讲 结果在问他们说 掉哪里 他们也讲得不清楚 一个大海茫茫 要掉哪里 怎么讲 他也不知道 所以说教练他就 当下教练他自己也 可能是怕安全问题 他不敢讲 他也没有 他就自己先搜救 自己下去找 找了七点左右 不到七点落海 他到九点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应该是九点十几分左右 中间已经拖了两个多小时 到后来他才报警 然后当下 我就接到 过完电话 因为先生他在外面 我就赶快跑出去 跑出去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张敏王 你女儿落海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就赶快跑进来 听你先生讲吗 来 等一下 你听到你女儿落海 你有什么感觉 脚都软掉了 脚软掉 这个脚已经软掉了 是 真的说 不用说大海 就河边就是真的很麻烦 是是是 还在周大海 你哭了吗 那时候急哭了吗 内心已经哭了 心里已经哭了 又急 但不知道怎么办 对 又急又无力 又无力感 海边不是说在小池塘而已 是 茫茫大海 茫茫大海 真的说那时候 心里就已经交在一起 是 那后来是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去 我告诉他之后 我们是马上进来家里里面 因为我记得我们的阿昆兄 有跟我们讲过 那个烧 求老祖念四季句 我马上 我忘了当下 我是点三十六柱香 还是几柱 我就马上念四季句 念了三十六 边那边拆那边 祈求老祖 帮忙加持女儿 然后当下因为叫他的时候 我小叔 他刚好在旁边 然后就小叔载我们去 载我们去的当下 我一直在讲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要联络谁 我学这个 我有谁可以帮助我 可是那时候 因为我的手机刚好换了 我没电话 我要找人 我都不知道找谁 好像我电话就只好 只有一个 我们教室的阿姑 我们都尊称他阿姑 有他的 我就找 打他问他 谁的电话 谁的电话 因为当下礼拜一 老师在上课 我是 老师礼拜一 他在卢州有课 那个时间他不可能 所以就赶快找 找谁找谁 一直找 一直找 每个人都在上课 是 老师还是不开机的 因为我们上课都是关机的 老师绝对找不到 这是我知道 我们老师的习惯 他绝对不会开机 是 就算开机 他也一定静音 他不会听 是 他不会那个 除了 除了师父的 他绝对都不接 然后那一天 我就一直在想 我要找谁 找了好多 林班长 林冲丞班长也找了 吊庆前班长也找了 王春长班长也找 蔡主任也找 他们都说好 他们会帮嘛 就我们就 小叔在我们去那边 是 应该老师是教108支的 我烧108支 你在哪里烧香 在家里 在家里 他去海边之后 回来之后 谁开车带去海边找人 对对对对 他弟弟 然后你弟弟开车 他怕我们太紧张 是 所以你弟弟那时候 也联络到了 就开车一起去 因为我们是住一起的 他住楼上 是 那你去的时候 一路上有在送经吗 还是到了时候才送经 四季记一直在念 四季记在念 那有没有练我们的天德经 求老祖加持吗 有 他在海边有练 当下我没有 是那一天晚上 晚上的时候 去那边 事实上我也在路上的时候 心里会想 很奇怪 以前看电视新闻 都是一些什么 没有想到说 我也会成为 那个大众人物的一天 去到海边 哇 那个什么 那个 新闻媒体都来了 多到了 全部都到了 是 我们两个应该是最晚到的 是 然后去到那边 包括你和学校的老师 校长什么 他们那些也都到 那就是整个海边都是人 对 全部都是人 有些是来一起祈祷的 有些来关心的 那有些人不晓得怎么办的 在那个地方的 应该是看了那的比较多 是是是 所以还好那天是礼拜天 礼拜一 万一礼拜天的外人更多了 那师兄你那时候到现场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动作吗 只有练四季记 好 四季记一直在海边练 对 我们的师姐师兄提到就是说 练的四季记 也就是我们的王禅老祖战绩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 天理难分明 今有真胜归骨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就是这样子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还叫你个女儿的名字吗 没有 我只是就一直念那个四季去 然后再发生这几个小时当下 我那天晚上 我也曾经想过说 那我在这边我要怎么办 我问他们叫我说 我要送金的时候我要送什么金 我们师兄叫我说要送天德金 可是我当下没有天德金 叫女儿带回 因为那时候他小时候跟我们讲 叫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要长期抗战 不能两个人都留在那边 要有一个人先回家养精神 我就跟他讲要他先回家 我留在那边 他就跟女儿回去 然后我要送金 叫女儿拿 结果在家一直找都找不到 不奇怪 就只有那几本金 我怎么会没有 是啊 平常里都在送金 应该有天德金的 结果都是空王 忘了那个天德金 跟那个王臣老祖那一本 是两面的 邪妙真经吗 对 结果他只看到邪妙真经 都找不到天德金 还好我们的林聪承班长 他跟我讲 他车上有 所以他去车上拿了一本 所以在那一天晚上 那一天晚上 我只要是那个的话 我都是念天德金 还有隔天 那后来老师 老师知道了老师几点 跟你回复电话 老师没有回复电话 老师他是交代班长 因为他那一 交代我们蔡主任 他那一天再上课 下课也已经10点多 再来那边太晚了 然后有时候老师 隔天还有行程 蔡主任是叫他说 先回去休息 为什么老师只有告诉你说 没事 就一句话 他 蔡主任过来跟我讲 他是说 我女儿的命挂很旺 不会有事的 叫我放心 我一直想没事 没事 可是没事 女儿在大海里面 到底怎么办 对 对 是 那你回家的时候 也是只有认识剧记吗 没有 我没有回家 也是在那个海边 就是一个晚上都在那里 没有 他有一段时间有回去 我二女儿跟我讲 事后有讲 他本来是用手机要录影录起来 爸爸在那边哭的 他到楼上都有听到那个声音录起来 以后要录给他听 可是又想说这样子对不对吗 又把它删掉 哭得嘻哩啪啪的是不是 他烧了108炷箱在那边求 在求你的那个神佛吗 对 你怎么跟神佛讲了 恭请王山老祖 一王大天尊 三观大地 诸天仙佛菩萨 王山老祖师尊 七十二天四 贤荣永生天尊 加持女儿身体健康 平安 是这样子 现在想起来还是想哭的 对 那时候的心情就是这样子 是 所以还是一定要祈求就对了 对 是是是 对 贵得祈求 祝天仙佛菩萨加持 是 这个其实说真的 你看看 一个女儿在海中 茫茫的大海 完全没消息 一整个晚上 你说要怎么折磨 现在想起来是心有遗迹 那种的痛一定还在心里 师姐 我不知道应该 不知道是无形中的一些力量 还是怎样 我当天晚上我真的都没哭 我也都不紧张 所以甚至我们有一个里长 他在问 他事后他在调侃我 他说人家问我说怎么办 因为女儿真的 我说没关系 天亮就回来了 他就说这个神经坏掉 这样说你 对 他们认为这个已经是 凶多吉少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 然后甚至隔天 他们也都在那边一直找 然后慈祭的师兄师姐 他们也有到 他们应该都有看到 我在那边送金 所以他们也有过来 他们要跟我一起送金 我刚刚讲说谢谢不用 我要我念天得经就好 你是跪着送吗 没有 我坐在那边 因为我的心里想法是 我既然已经信了这个中门 信了这个中门 我就要相信我的 你们 我去跟你们一起送金 我不知道你们要送什么金 我只要送天得经 所以当下我是拒绝他们 我自己在那边继续送天得行 是 可是我不是整天一直送 是事后 甚至连我们的 那你没有送的时候在干嘛 就在那边走 找看看 在那边 只能走啊 我也没办法找什么 就在那边走 那边看 四处看 是 那张师兄你那时候那一天 你有去上班吗 隔天没有上班 没有 你还是在海边找吗 还是在送金 只有练四夕剧 那时候的心情就是已经到谷底了 是 那时候的心情真的是到谷底 一边练四夕剧一边哭 一边练 是这样的祈求吗 对啊 对啊 这样子 可是他也不是只有天亮就回来啊 因为他还隔了好久的时间 听说那一天更多的 不同的单位的人都去了是不是 对 师兄 已经有 那8号晚上 师兄师姐已经到那边 帮我们也祈祷了 是 是 后来我们老师是什么时候到 早上 9号早上 是 可是我们也感谢老师也是 为老祖 也是那个三会九派礼 我们也是真的很感谢 然后还有师娘 他们都祈求老天帮忙 是 因为我老公他是属于比较 内健 他比较 我比较多话 那当下我没有电话的时候 我有赖在我们群族说 有没有人知道老师的电话 知道的人请告诉我 因为那时候不到5点 我也不敢打 我怕打扰到人家 是 所以我请主上赖说 若有人知道老师的电话 请告诉我 第一个告诉我是我们一个小师妹 她当护士她下班 所以她有看到 她就马上赖给我 我在那边一直煎熬 老师还在睡 还没5点太早 可是熬到后来 因为我小时候他们有讲 某某谁说 这个是大烂 一定要会死 怎样怎样 听了 又听到那个 不敢讲 然后跑到旁边 继续偷哭了 好 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演化 我想因为这个新闻媒体 爆了很多很多 结果女儿回来了 这个当中 这整个故事的发生曲折离奇 我们王残老祖师尊 是怎么样的慈悲民事 怎么样的救度我们 让我们小在化解 老师他又为什么信誓旦旦的说 没事了 你放心了 他又是根据什么 来安慰我们的张师兄跟秋师姐 这个真的我们可以等待了 我们下一集的时候 各位你们可以来了解 身为父母亲 如果你的小孩现在在海中 完全没有消息 没有讯息的时候 这个不是老祖的天威 不是诸佛菩萨的力量 他怎么有可能回来呢 今天我们先暂时告一段 那我们感谢两位师姐 我们一起来攻占 我们王残老祖教主的天威 王残老祖 一经风水祖师 上通天文 下之地理 中通人士 变满三千大千的 民养两界与众生的心灵 我们来攻占 王残老祖教主天威 王残老祖 唯心圣教 消灾化解 故我齐首鼎礼 阿弥陀佛 我们感恩两位贤士来接受访问 还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起始回生的案例 谢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神宿落座 阿弥陀佛 兵兵 交代仙 黄黄归心 祖父神 黄黄归心 祂兰 禺恿